各位同學大家好 歡迎收看FCU Easy Test解題 目前解說的單元是聽力測驗第一回的第二題 看圖變異 各位同學首先我們注意到這張圖片 裡面有幾個人 有一個媽媽還有一個baby 那我們要注意到他們在做什麼 這題的正確選項是 C She's holding the baby's head Hold這個字是握 所以她握著她baby的手 小寶寶的手 所以C是正確選項 那為什麼我們不選A She's purchasing a new teddy bear Purchase是buy的意思 她在購買 那這一張圖片 有看到這位婦人她在做購買的動作嗎? 並沒有 所以我們不選A 那為什麼不選B She's folding up the stroller Stroller 就是嬰兒車 嬰兒車 在這一張圖片裡面 我們有看到一個嬰兒車 Stroller 但是這位媽媽她有在fold up 她有把嬰兒車折起來的動作嗎? 也沒有 所以我們不選B D為什麼不選B呢? She's holding the baby in her arms In her arms 是抱在懷裡的意思 那這個媽媽她有把baby抱在懷裡嗎? 也沒有 Where is the baby? The baby is in the stroller 小嬰兒她躺在嬰兒車裡面 並沒有在媽媽的arms裡面 所以第二題的正確選項是C She's holding the baby's hand 因此各位同學在解題的時候 就要注意圖片裡面的人物的動作 以上為本題講解 謝謝